最新重磅消息。 甲州马华为战先乱,升级。 马华中委王乃志证实,他将到甲州竞选亚罗亚也国会议席。快看! 廖钟来被人骂到翻天。 当任首相政治秘书的马华中委王乃志向透视大马证实,他将再来借大选再战江湖,到马六甲州竞选亚罗亚也国会议席。 曾经是马六甲市国会议员的王乃志说,马华党中央已经授意他再来借大选重批战袍,而他也愿意接受挑战。 王乃志接受透视大马电访时表示,虽然本身出战亚罗亚也国席的最终决定,仍有待国阵高层宣布,但他所接到的消息,是委派他上阵。 据我所知,这是马华党中央的指示,上阵亚罗亚也,而党中央也与国阵高层谈过,他们都觉得这是他们的选择之一。 无论如何,虽然国阵及马华高层属义王乃志上阵,不过亚罗亚也当地的马华基层以及来自各族的支持者,皆不满员任亚罗亚也一元古乃光即使在当地勤力服务却仍遭阵前换疆的命运。 大批支持者今日在马华总会长廖钟来的脸书上,留言泡空泄愤,甚至扬言将于本周四在马街发动亭乃光大集会。 对于基层的极度不满,王乃志也赶紧安抚说,其实,每届大选,各个政党都会做出人事部署及调动,这是免不了的事,有些人被委派负责中央,有的则负责周数。 他劝请不满的基层与支持者,应该以大局为重,从整体的观点来思考此事,不但要看选前的阵容,也要看选后的排阵布局。 谷乃光转公州习,胜选后获为官职。 一些基层可能不知道,其实党中央申明乃光是一位优秀勤劳的国会议员,因此他们献议,乃光改打州一席并获胜的话,将会推举他成为甲州的行政议员。 这样一来,乃光也能继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寻集若当地马华基层仍不接受解释,甚至可能有扯后退的行为时,王乃志劝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种不满情绪,转换为互相合作的动力,把选举工作做好,不能忽略选民需要。 因为大家目的都一样,就是要胜选。所以希望大家保持团队精神。 此外,他也表示自己会于近期内,前往亚罗牙野选区走动,亲自聆听基层的声音。 据星周日报报道引述,马华亚罗牙野区会秘书遭忠林质疑,党中央的这项林震焕将安排,是否存在派系之争的可能。 若有派系,那么马华一直高喊团结是更强,口号,岂非自欺欺人。 他说,庭乃光大集会主要是向中央传达基层新声,希望总会长可以收回成命,而且自己已豁出去,不担心违抗党中央指示而受纪律行动。 若中央一意孤行,将面对大选成绩受影响的后果,届时不止亚罗牙野国习,连属下的马街,榴莲洞隔州议席等也会受影响,更可能影响州政权,处理发动全身。 邹中林也透露,当地区会也以一决,取消原本定于本月23日,在马街翁无礼堂举行的党员回家活动,以示抗议。 一些支持古乃光的人士在网上号召集会,表态力挺古乃光继续上阵亚罗牙野。 但现任马街州议员赖鸣中,却告诉当今大马,本周四在马街举办的并非集会,而是一场记者会。 这不是一场示威,只是周四傍晚六时,在马杰克鲁马华区部举行一场记者会。 我们不是示威,而是要求总会长重新考虑。 亚罗牙野选区被视为是马华最有把握取胜的一席,古乃光在上届大选中,即使出现反风,他仍从容地以11597多数票打败行动党对手。 根据当时的选民资料,亚罗牙野拥有595亿,28%华裔与13亿亿。 至于即将出战亚罗牙野的王乃志,于2004年大选时初次上阵即打败时任行动党秘书长的已故郭金福,不过他在2008年大选却败给当时的行动党老将沈童亲,接着他就位在2013年大选上阵。 马街州习是亚罗牙野国习属下五个州一席的其中之一,2013年大选,马华在甲州赢得的一国三州之中,就包括亚罗牙野及马街。 在2008年及2013年大选中,马华都市派现任甲州行政议员赖鸣中上阵马街,他也两度获胜,两届的对手都是公正党全国副宣传主任林秀玲。 在反风吹袭下,马华的得票率大量减少,从2008年的1639张多数票,锐减至2013年仅有152张,使得马街从原本的白区变成黑区。 马华在马六甲州的候选人部署引起反弹。 有传担任首相政治秘书的王乃志,获得中央钦点取代原刃一元古乃光上镇亚罗牙野国习,消息传出后随即引来大批基层与支持者不满,纷纷在网上炮轰党中央不尊重民意,支持者不仅号召集会万人集会力挺古乃光到底, 同时也蜂拥到马华总会长廖中来脸书专页留言炮轰临震一将的做法。 据了解,撤换古乃光的消息不静而走,令基层与当地选民感到震惊,不满马华中央领导层为何要撤换身受当地人爱戴的古乃光, 有者更在网上扬言非古乃光不投。 亚罗牙野选区被视为是马华最有把握取胜的一席,古乃光在上届大选中,即使出现反风,他仍从容地以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七多数票打败行动党对手。 古乃光重选后勤于选区工作,不但获得华裔民众的支持,连乌易及印尼民众也对他推崇备制。 透视大马早前曾报道,古乃光将让路给王乃志重新出征,除非后者拒绝出战,否则亚罗牙也换将几成定局。 在2008年及2013年大选中,王乃志不敌反风吹袭,在马六甲市国旗大败给当时的行动党老将沈同亲。 虽然消息直马华中央,现意让古乃光转攻马街周一齐,但如此降级的做法,让支持者们无法接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抗议,声援古乃光。 在古乃光的个人脸书上,可发现许多支持者今日留言为他打气,还上载他到选区服务的照片已是赞扬。 在今日刚开设的《指头古乃光》,Only Vote for KNK脸书专页中,支持者们号召于本周四,15日,傍晚6时,在马街巴鲁华小礼堂召开万人大集会,力亭古乃光继续上镇亚罗牙也国习,相关消息也迅速被转贴各处。 此外,愤怒的支持者也将战场搬到马华总会长廖钟来的脸书专页,在这则廖钟来出席马华丹丹区会新春团拜的帖子下,累积于200则留言,包括不少无异支持者。 绝大部分都是抨击廖钟来等中央领袖末世基层呼声,还扬言若中央一意孤行,必定会再来借大选让你好看。 总会长,若你派古乃光以外的人来上镇,我们亚罗牙也必定给你教训。 你的举动让基层伤透了心,因为你的决定,马华会失去亚罗牙也及马街,如果王乃至要参选,请叫他回去假释国习。 今时今日是基层让你上位,回了基层,就是你让位的时候了。 亚罗牙也一直以来都是国阵的安全区,在2004年以前,这个选区一直是由武统委派候选人上镇,直到2004年,这个选区交给马华,并且由时任马华副总会长的冯震安博士竞选。 冯震安在担任两届亚罗牙也国会议员后便退休,505大选改由古乃光上镇。 马上转发。